台東縣木星智能發展中心 平常除了訓練學員製作麵包餅乾 以及學習日常生活自己打理以外 在中秋節前也會教他們做月餅 看似簡單的幾個動作 對這些學員來說 都是需要一段時間的訓練 才能有這樣的成績 目前我們的孩子們 你看非常的熟練 在做這一些今年的中秋月餅 目前也是在趕工當中 很感謝大家的捧場 那目前有產品 有在做現場的是金桔 還有我們的洛神花 有的在包餡 有的在沉模 有的在上書油 類似這樣的 大家非常的忙碌 但是雖然我們有很多的訂單 我們非常感謝整個社會的 一些團體公家機關 給我們的捧場 讓他們能夠在今年的中秋節 能夠有更好的銷售量 看著這裡的每一位學員 快樂而且認真的製作著 每一個中秋月餅 實在是讓人覺得非常感動 東海新聞 范耀玲 台東市採訪報導 我們會努力的 產品 最新的 互相 地 辯